专跑高雄澎湖海上航线的客户轮澎湖轮 才结束支援花莲任务 日前从高雄港要往马工时 才出港10分钟就触交 船只赶紧调转船头回港检修 经过一个多小时检查 确定航安无余后才重新出港 澎湖轮7月31日被征调前往支援花莲书运 8月2日结束支援任务后回到高雄港 并出发开往澎湖 船上搭载乘客315人 但船只才出港10分钟就撞上礁石 船只立刻调转船头回到港内检修 花了一个多小时确认航安无余后 才再度出发延误了大约3小时 在船上目击民众折缩 他没听到撞击声 但应该是撞到什么东西了 因为西子弯这出海口本来就礁石多 他到甲板上看到船头周边海水变混浊 然后船就后退转弯 应该是船头撞到了 因为他们触礁啦 因为我还有路 我站在甲板上面 然后就看到他们右前方撞到那个下面的石头啦 然后他们可能没有掌握到吧 然后所以开出去一个小时之后再立刻返回 返回高雄港 他有跟我们说广播说 因为安全考量所以返回去再检查 所以有花了一些时间啦 因为他撞到了那个旁边的胶岩 所以我们就又返航了 2点多又返航 然后4点多才又出发 所以才会这么晚 有啊就撞击的声音啊 撞击的声音很大声啊 对啊 澎湖轮经水下检修 确认可以继续航行后再度开航 并在晚间近8点多才抵达澎湖 记者 陈荣誉报导